网红视网模凭借YouTube节目 眼球中央电视台走红 虽然频道目前停根了 但他仍不时透过社群与网友交流互动 日前他为了配合接下来的大量录影工作 到百货公司购物 一共买了三双鞋子和裤子 总价13000多元 事后他参加了百货公司举办的活动 前往服务中心抽奖 美肖竟然超幸运的抽中了整笔消费全面的头奖 而且一天仅有一个名额 让他难以置信的表示 怎么会有这么开心的事 视网模透露购物时 发现商品打折后比在日本买还便宜 于是就决定入手了 美肖最后直接免单 贴文迎来不少网友羡慕直呼运气也太好了 笑称替他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有点不爽 比赛欢迎订出来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